瓦格纳佣兵集团结束逼近莫斯克的混乱36小时之后 河京不露面 普里格纳不露面 关键人物邵逸古却告调出来了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 邵逸古在乌克兰前线 俄军西部集团军指挥所内 来复盘一下36小时滑边过程 北京时间6月24凌晨2点 普里格纳指责俄罗斯军方用导弹袭击了瓦格纳雇佣军营地 瓦格纳军人遭到巨大损失 他说该行动有国防部长邵逸古亲自批准 必须制止俄罗斯军事领导层中的邪恶 并誓言要为正义而战 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 反击网上流传以普里格纳名义传播的消息 称这些消息都是挑衅和虚假信息 随后俄罗斯总检察院新闻处称 已对普里格纳提起武装叛乱诉讼 他将面临最高20年监见 普里格纳则否认他试图发动武装叛乱 而是一场争取正义的游行 在一段录音中声称 瓦格纳部队已经在多个地点越过俄乌边境 抵达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 视频显示 瓦格纳部队用战斗队形 进入俄军南部军区总部 普里格纳城 断河畔罗斯托夫所有军事设施 已被瓦格纳控制 视频显示 普里格纳在他的卫兵保护下 进入罗斯托夫 俄军南部军区总部 与俄国防部副部长尤贝克上将 和情报局副局长 阿列克谢耶夫中将正在谈判 阿列克谢耶夫中将在谈判 而俄军南部军区总部外面 一名淡定的清洁员正在扫街 由瓦格纳控制的断河畔罗斯托夫 距离莫斯科直线距离不到1000公里 对莫斯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瓦格纳集团形成了向莫斯科前进 态势 视频中当地居民给瓦格纳士兵 带来了食物和水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宣布 莫斯科正在采取反恐措施 以加强首都的安全保卫 南部地方官员也宣布 通往莫斯科的高速公路已关闭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 他把雇佣兵挥尸反俄 形容为背后捅刀子 普京强调已经下达了应对危机的命令 并誓言捍卫俄罗斯 不过他没有特别提及瓦格纳领导人 普里格纳 俄罗斯将军苏洛维金 向瓦格纳战士发出呼吁 我们流着同样的血 我们是战士 敌人正在等待国家内部局势恶化 你们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 他在声明中既没有提及普京 也没有提普里格纳 手里还拿着突击步枪 瓦格纳声称 一架军用直升机向车队开火 被瓦格纳击落 瓦格纳先头部队抵达沃罗涅日 并从那里向北推进 沃罗涅日位于连接首都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 以及断河畔罗斯托夫的铁路上 是个关键的交通枢纽 并且这里距离莫斯科只有不到500公里 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在莫斯科以南建立了初步防御阵地 俄罗斯国防部大楼外开了长船军车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将瓦格纳做法形容为被刺 发表声明支持普京 派车臣士兵前往罗斯托夫等局势紧张的地区 有视频称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已进入罗斯托夫地区 继续北上的瓦格纳士兵出现在了图拉州 这里距莫斯科不足200公里 在剑巴弩张的局势面前 普京指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为调解人 他与普里格纳是认识了20多年的老乡时了 普里格纳同意停止部队进一步向莫斯科挺进 以避免留学事件 白俄罗斯方面称 已经提出绝对有利和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按此方案 瓦格纳部队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普里格纳的刑事案件会被撤销 他将前往白俄罗斯 至于普里格纳将在白俄罗斯具体做什么 这个没有说明 佩斯科夫强调 只有普京有权利截聘效益股 这不是普里格纳和卢卡申科谈判的议题 视频显示 瓦格纳车队离开罗斯托夫的 俄罗斯南部军区总部 25号凌晨 俄罗斯所有联邦公路交通管制的措施 均被取消